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近期男族闹得沸沸扬扬的 尤其是在龚汉林评价男族拿着高薪不进球后 再次把男族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此冯潇婷做出回击 表明不懂球的人 有什么资格评价足球 渐渐的一系列争议性话题再次引发 不过很快话锋就开始转变 有人表明董璐被扒出22年前黑历史 那么到底是什么 这里圈个有用 董璐 很多人也会好奇龚汉林一个戏剧演员 怎么会牵扯足球 其实龚汉林本身还是很喜欢足球的 而他还有一个珍藏了20多年的签名足球 不料是个赝品 为此龚汉林也公开做了道歉 但董璐却揪着此事不放 公然嘲讽龚汉林表明 硬生生把世界被功勋裹脚给改了姓了 不过假签名和假球迷真是绝配 消息一传出瞬间引起很多争议 甚至还有网友竟然扒出了董璐22年前的黑历史 不禁让网友感慨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水 紧接着董璐也面临着大麻烦 虽然董璐作为足球界的评论员 他的话题没少受争议 但还要摆出一副自己很专业的样子 足球只能太有资格评判 其他人在他眼里都是球盲 但就是这样一位专业的足球评论员 居然在22年前 把门将去储粮 写称欧储粮 而对此董璐也做出了回应表明 当时不会打字 都是直接找人口数代笔 甚至还对龚汉林以及粉丝 做出了人生攻击的话语 并且多次开直播辱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样的行为显然已经出格 这也引起不少球迷的愤怒 对他自己所犯错误并不买账表明 作为专业人士 文章发布前不应该仔细检查吗 这么明显的错误 到底谁是假球迷 面对诸多的质疑与谩骂 再加上董璐骂人的字眼 让人大跌眼镜 虽然事后董璐把一些扎眼的字更换掉了 但还是有不少正义的网友将其保留下来 甚至还有网友扒出了国平主席刘国良的采访视频中评价男族的话语 可谓是一针见血 面对国平横扫世界 男族被世界横扫 两者之间的差距问题 刘国良一句话得的男族哑口无言表明 男族被世界横扫 那是给他们面子抬举他们 毕竟这么多年来 男族都没冲出亚洲 所以应该说是被亚洲横扫 刘国良的点评可谓是句句戳中男族的要害 更有网友表示 董璐得罪谁不行 非要惹嘴皮子了不起的取一届 这下连国平刘国良都惊动了 为此对以上事件你有何看法